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有新进展 同一时间附近有鸡牌店 也有女子被骚扰 经过警方追查 已经将涉案男子带回调查理清 证讯后依强制伤害罪一送法办 鸡牌店前 黑衣男子不断盯着一旁女子看 突然伸手抱住女子 女子被吓得惊慌失措 赶紧向店家求救 那个男生一来 他是跟那个女生说 你怎么在这 所以我以为是认识 稍微离开了 那个妹妹走到这里 我说他真的是你哥哥吗 他说不是 他不认识 同一天晚间 另一名26岁女子 走出家门买生日蛋糕 却在路上遇到男子搭讪 女子当场拒绝 却遭到男子攻击 他的左眼的眼窝 眼窝那个骨已经断裂了 而且整个眼球向往下滑 警方调阅监视器怀疑两起案件都是同一人 案经警方调查 终于将涉案男子带回调查厘清 有关前日晚间 有女子外出购物遭陌生男子搭讪 被害人返去反遭伤害案 本分局随即组成专业小组积极侦办 经警方破大调阅周边监视器及现地多方查访 迅速锁定涉案的男子带反厘清 全案证讯后依强制伤害的罪移送申办 本分局在此呼吁针对任何偶发性的犯罪 除因注意自身的安全 定可开启随身手机 录影应搜证并立即致临近的店家或住家求援 并请在场的协助报案 这件事情已经造成了机会市民的恐慌 希望警方可以尽速处理 另外昨天提到的监视器故障的问题 也已经严重造成了治安的死角 希望市政府可以尽速加速的提升我们的监视器妥善率 整起案件会曝光 是因为议员无话家揭露案件 想要揪出嫌犯 调阅附近的监视器 却发现都坏光光 而且当天晚上不止一人受害 接连两起事件 虽然嫌犯现在抓到了 但也让民众人心惶惶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再带你来看 台南最近发生了三岁女童过马路 不幸被车撞死的意外 有市议员就建议市长谢国良 应该在十字入口划设 专用实项 避免左右转车辆和行人 都可以通行时可能发生碰撞的危险 机动市长谢国良上任后 积极推动在学校以及重要路口等热区 划设绿色斑马线友善行人通行的政策 受到基隆市议员的肯定 市议员也不断建议 在某些车流量大的路口 应该继续划设绿斑马 我想警察局都有记录 哪个路段常发生车祸 这个部分也应该列入 我首先只希望增加一个地点 就是新丰街 新丰街车潮人潮非常之多 我个人就处理了十几件的交通意外 我希望新丰街能够优先纳路 那本期是建议说微笑台北口 因为也是时常发生车祸 那所以应该要增设这个绿色的斑马线 因为德和国小跟德安路口其实很近 如果可以的话 看可不可以一并化制 保护我们学童跟新人的安全 不过台南最近又发生 三岁女童过马路不幸被车撞死的意外 因此有市议员就建议市长谢国梁和市政府交通处 应该在十字路口划设专用石像 或是行川线也就是斑马线的退缩 避免左右转的车辆和行人都可以通行时 可能发生的碰撞危险 当行人让完之后已经红灯了 所以后来我们有变成有一些地方 红灯右转就取消掉了 为了这样塞车的问题 所以我建议新北双北 他们有很多的地方是用对角线的方式 行人走的时候专心让行人走 车辆全部停下来 不然你这样塞也是倒塞嘛 倒不如因为有时候右转的时候 不小心会冒一个行人出来 甚至有些行人现在在马路上乱放 甚至还有碰撞的事件发生过 我亲自看到的 如果市长想要把它提升 最没有障碍的一个城市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进一步来思考 包含了所谓的行川线的退缩 庇护岛的一个设计 来增加我们行人在道路上面的安全 市长谢国良在综合大讯师表示 市政府已经积极向中央争取相关预算 持续设置划设律斑马 以及相关友善行人的设施 提升行人过马路的安全 我们现在这个已经有 包括七个八个学校 七个学校 包括安乐高中 五轮国中 中和国小 成功国中 东信国小 深美国小 跟正名国小 我们讲的 已经有一些周边的一些 校园的交通环境的改善 那是属于我们的通学的步道 同学的步道 另外在本市五十八校里面 我们也争取了交通号制 标线 行人穿越到就是俗称的 绿斑马等等 也有争取了五十八校 所以我们其实都很关心 而且都有积极在争取 而根据媒体报导 交通部目前最新政策 如果短期内没有办法改善行穿线的划设 则要推动行人专用时项 或是早开时项 也就是改变交通号制 当行人绿灯时 所有车子的灯号都是红灯 全面里让行人通行 不用再顾及左右来车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资委上任后 宣示带领市议会打造成为 全民开放阳光的新议会 目前也将议长办公室换装 打造充满朝气活力又兼具企业CEO 简约风格的议长办公室 墙壁上高挂美国NBA职业篮球 超级巨星的球衣 一看就知道办公室主人 是一位标准超级篮球控 而办公室的主人 正是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 其实我从小到大 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篮球迷跟棒球迷 那我刚好有这个机会 把这个办公室做一个简单 很简单的一个布置 我就把我最爱的几位球星 从小到大非常支持了球星的衣服 那来议会来做一个摆设 然后这其实进来以后 大家就会呈现一个 我就是一个年轻活力的风格 那其实也是自己喜欢的感觉 那欢迎大家有空随时来讨论 我们的基隆的未来的正式 那我们也会在这边做 所有的政策推演 除了篮球巨星的球衣 另外一面墙壁 则是悬挂棒球巨星 大股翔平的照片 和台湾职棒 兄弟向对的海报 因为棒球也是童子伟的最爱 就连经典赛时的棒球玩偶 也摆在书架上 可见有多爱棒球 上任议长时 童子伟就宣示将带领基隆市议会 打造成为全民 开放和阳光的新议会 因此就连议长办公室的装潢 也不同于以往传统 而是用简约阳光透明 又兼具企业CEO的风格为基调 打造史上最糟气的议长室 更重要的是有清安宫 妈祖邪的坐镇庇佑 让童子伟更有信心 做好一位称职的好议长 我们妈祖娘娘一段时间 就会沐浴 更衣 那有机会的话 就是换衣服或换鞋子 就会有一个拔筷的动作 那我们拔筷跟好鞋子 妈祖娘娘拔筷指定给我 所以我非常的感动 那就一直随着我的这个 从政生涯 从我的议员服务处 然后到议会来 那我就把这个妈祖娘娘的鞋子 特别做了一个位置来做摆设 不过要做好一位好议长 带领议会开创新局 最重要的还是得靠自己 一步一脚印的努力耕耘 议长座位后方就摆放着 和现任副总统赖金德的合照 以及书籍 借此替立自己 以赖富为榜样 敬意求金 因为赖富从小到大 就是我这个一个偶像 那在政治工作上 也是我一个非常尊敬 然后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对象 所以他的书用心动带来希望 我把它放在我的柜子 随时提醒我 也变成我的座右银 那我们所以我们就一步一脚印的完成 我们基隆想要推动的大小事 那也特别把一个照片 本来这边做纪念 事在人为不忘初衷 童子伟拿着摆放在办公桌上 写有大致落语 以及给人信心 给人欢喜 给人希望 给人方便的两张座右银书签表示 随时替立自己 环境可以改变 但是从事政治 服务市民的初衷 绝对不会改变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市长谢国良到菊郡社区外的 在地民意的反应 昨天我在这边观察 分流B跟C路线之后 这边上车的乘客非常的顺伤 大约都等了大概 五六分钟 最多大概十分钟 让我们中联仓储站 成为第一站 然后也让我们新聊里的 一些上班族 可以顺利的上车 然后提早到公司上班 然后不会再迟到 我们感谢市府团队做这样一个分流 感谢市长 昨天的示范成果的话 我都有赖出去 我们里面 他快一千人 我赖出去 回想回来的话 他超过一半以上 都说赞赞赞 不会做事的市长 那我们现在就是第一个要宣传 然后第二个要详细了解 分流后 是不是可以证入 如果情况不错 是不是可以正式的来办理 压力减轻很多了 尤其到这个时段七点半以后 自从分流之后 大概每一位民众都可以上车 从民意的反应来看 9026采取分流的做法 让通勤族很有感 现场观察 大约在早上七点半 局局外的后车停几乎近空 显示出尖峰时段9026分流的效果 另外现场还有另一个讨论的焦点 是1815的问题 他这是六点到八点 不然你就叫他用跳蛙方式 用预约制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那国光客运的1815 1813呢 那这两天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造成我们这个站的 一些上班族朋友要搭乘上有些困难 所以说他们也建议 是不是也可以比照9026的方式 把国光客运做个分流 以国家星辰下来 然后走下面这段 当一个B线 然后原来的路线 照着他们就照路线行驶 而我昨天在中校敦化站 直接陪1815的好朋友等车的时候 他们就跟我反映到说 现在在市府转运站 有很多本来搭乘9026的通勤组好朋友 改去搭1815 所以也间接造成了1815 目前很容易缺班的原因 所以这一点来讲 如果9026能够恢复正常营运 对于我们安乐区的通行组 是一大福音之外 也能够最直接的解决 我们现在1815 班次上的不足 我们这边的诉求很重要 希望说能够重视一下 附近那边耐战的 那个车子最末端 真的是最末端站 能够保留一些位置 我是觉得很重要 每一班车多几个位置 因为这样子的话 他们那边的住户里面才坐得上车 因为京青啊 往京山 1815的 1815线的 还有9026 9006 这些线到那边结束就是上高速公路了 对啊 所以一般来讲 他的人数 其实坐车人数不输这边 对啊 这个 这边虽然人 这边人潮比较多 可是我们那边人潮也很多 我就讲嘛 中央台北那边也会下来 我们那边坐车 不止我们户警还有轰动 还有那个麦青路这边 巴特路那边的 所以说拜托一下 那反而看起来热点 现在是1815 反而有比较多的关心讨论 那我们过两天会再来搭1815的情 看看了解 有没有类似9026的情况 我们可以套用在1815身上 然后来更做一些改善 我觉得随时都要滚动式调整 整体来看9026分流 普遍获得通勤族的肯定 而针对1815 市府交通处表示 将会与相关单位再进一步讨论 是否也采取分流或其他的改善方式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安乐区卫生所 举办烟不敬声快乐一声的宣导活动 同时在阳光绿大地社区启用无烟广场 现场贵宾亲身说法 与可爱的小朋友一起呼喊口号 鼓励瘾君子戒烟 烟不敬声快乐一声 温情呼喊还有亲身说法 就是鼓励瘾君子少抽一点 一起来戒烟 不只不要在阳台抽烟 还有千万不要在厕所抽烟 那对同栋的住户来说 实在是酷刑 安乐区事员秦珍 吴华家 余三发等明代 及安乐区长齐聚 共同响应聚烟活动 要是让我们每个人 注意家庭的健康 家里不吸烟我想全家都幸福都健康 我们希望说市政府 可以订定相关的规定 希望让吸烟的朋友也有一个依据说 知道自己可以在哪个范围 吸烟不会影响到大家 那我们周边的人 我们也应该推广他 请大国民一起来进行戒烟 我们呼吁我们的民众 不要乱丢烟地 维护我们的干净家园城市 家长或是亲朋好友 能够共同来拒绝烟害 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就让我们身体类型 一同追求健康 礼貌与无烟环境的 有趣生活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日出而坐日落而息 每个人一天都只有24小时 忙碌的生活中 我们有多少时间可以留给自己 又有多少时间可以留给我们家人 时间就该留给我们珍惜的人 现在缴纳房屋税非常快速 只要扫描 缴款输上QR Code就能完成 还有多元缴纳管道 可以自由选择 让我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112年房屋税开增 智慧缴纳有够顺利呢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有丰富场馆资源 兼具人文及自然风景 想透过您不同的视角 表现出来 海科馆邀请大朋友小朋友 一起透过手机镜头 分享你的创作 释放心中独特的创意与想象力 还在等什么 快来参加 基隆慈云寺 整年度的重要庆宴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欲佛节 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大家好 刚刚有看到小爱爸爸过路口的样子吗 我的过路口的方式是不对的哦 不要学我的样子 过路口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滑手机 因为我们基隆现在推动 行人友善政策 摩托车 汽车 会礼让行人 但是行人也有责任哦 行人的责任就是 尽快地通过路口 效率 安全 然后呢要跟我们里让的车辆 要表示感谢 我们的友善行人在基隆 继续推行友爱城市 也感谢我们的车辆 更感谢我们的行人 在通行的时候呢 快速然后有效 又要谨慎 谢谢大家的配合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 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国内海洋科技博物馆园区近50公顷 也有丰富的场馆资源 兼具人文及自然风景 海科馆特别举办海科之美摄影比赛 鼓励大家来海科馆走走 并记录最难忘最具有纪念的时刻 透过我们不同年龄层的眼光 你就会看到美 不管这个美是色泽的美 还是你对永续生态环境自然的美 还是你对于嗅觉的美 我们再讲无感的美 那我们其实都很期望 透过刚好这一次 我们在征求海科之美这样的一个活动 欢迎大家也来看看我们第一特展 然后也看看我们周边的环境 看看海科馆这整个山海城之间的美感 然后来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 海科之美的一个这样的活动 我相信各位如果参与这个活动之后 你会对于我们这个自然生态 对于这个永续 应该会有更进一步的认知 这次比赛依照年龄层分组 有国小组 国中组及高中组 欢迎大朋友小朋友 透过手机镜头 分享你的创作 展现海科之美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为了要打造基隆的夏日旅游特色 市政府召开记者会议 宣布今年6月到8月 将推出夏日电影院 利用文化中心白色外墙 来播放四部温馨趣味的电影 市府发言人余志明 跟文化局长江廷梅 在记者会上宣布 迎接各地的游客 今年夏天市府将推出夏日电影院 播放四部温馨趣味的电影 那为了促进 我们基隆市的这个旅游的亮点 还有城市的一个形象 我们的本府呢 会利用文化中心 它的白色的外墙 来作为我们城市的巨大的 这个投影布曼 并且呢会在我们的夏季的期间 我们呢会 会做一个夏日电影院 一系列的一个活动 那其实我们基隆 除了观光之余 还可以共享这个欢乐 温馨的一个亲子的时光 那我们特别挑选了有四部 非常适合合家观赏的一个电影 那这个电影的播放的期间啊 它是会从我们2023年的6月4号 一直到8月20号 因为今年是我们小爱爸爸上任以来 首次要推动我们在今年的暑假 能够让更多的小朋友们 喜欢来到我们基隆 也希望能够推动全国的家长们 能够带小朋友暑假来 享受不一样的一个金融的感觉 那今年的夏天呢 我们推播了四个电影 那这个四个电影呢 有 第一个是我们北极战队 很可爱 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这个部分 然后第二部片是我们的小麻烦当家 这个部片影 也都是在会智人口 而且是非常在国外非常红的一个 和家欢乐的一个影片 第三个是我们的石器小英雄 这个 然后最后是一个我们笑笑扬的大电影 外星人来了 那也非常希望全国的爸爸妈妈 在今年的暑假可以带我们的小朋友 一起来基隆的东岸广场 欣赏我们这四部又好玩又开心的一个电影 基隆夏日电影院将在6月4号到8月20号期间 每周日晚上7点在文化中心外强播放 文化局说今年夏天很有戏 欢迎各地游客来基隆观光 共享温馨的亲子时光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再来是好消息 全国学生创意戏剧竞赛成绩出炉 代表基隆出赛的五人国中 以一出校园凶暗推理剧 谁在竞争激烈的各县式代表队中 荣获全国特优 把你一推下去 我个人是他 他才是我的任何朋友 我才没有推他 原来就是你 他有被你妈妈误会 你这个被冤人 原来就是杀人犯 太坏了 到底是谁 五人国中戏剧社学生 以精正的演技 精准的节奏 及灯光音响的配合到位 获得评审一致好评 那是我昨天才掉下来的 我妈还没帮我缝上去 我们为了这部戏 然后像我就是 要把这个角色变成女生 所以我花了时间去练习声音跟动作 让这个角色能够变成更像女生 我们玉铭老师说的纪律非常重要 我在这当中感受到团结力量 纪律加上团结 孩子们利用课余时间排列 还要学习登台时的心理调试 在陈玉铭老师的编导下 涉及霸凌样态 性别认同等非主流议题巨码 身或评审肯定 戏剧最终也以戏剧收场 他们齐心想要在全国获得很棒的成绩 那我觉得这一出剧真的好看 那我们之后也会有艺文送到校 然后学校申请我们到学校去做这样一个展演 首都拿到全国特优 全校师生余有荣烟 五人孩子展现对创意表演的热情 要为基勇艺术的多元生态 注入更多的新生命 刚从民进党岛内立委初选中胜出的市议员张炳君 继先前送鸡蛋帮助失智长辈补充营养后 在母亲节的前夕 在制政八香凤梨以及康乃馨香皂花 给全市各区八个失智据点 让长辈们好开心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亲自送上一朵朵康乃馨香皂花 给为在暖暖区地内地区 委由乐成社会福利协会负责的 暖暖小站失智据点的阿嬷阿公们 祝福他们母亲节快乐 刚从民进党党内立委初选中胜出的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继先前送鸡蛋帮基隆市卫生局 长期照顾管理中心主管的 全市八个失智据点长辈们补充营养之外 在母亲节前夕 特地在制政八香凤梨以及康乃馨香皂花 给这八个据点的失智长辈们 也让长辈们好开心 更祝福张炳君未来在正式立委选举时 心想事成 虽然罹患失智的阿嬷经常前面讲的话 后面就马上忘记 但是对于阿嬷真心的祝福 张炳君还是非常开心和感动 我们基隆市其实有很多人是需要帮忙的 尤其是我们的长辈这个部分 那之前在缺鸡蛋的时候 炳君也帮我们所有的失智据点 来募集了一批的有机的鸡蛋 来帮大家补充营养 那现在刚好是去凤梨盛场的季节 那我们也再去购买了我们的凤梨 然后一方面帮助果农 一方面再度来帮我们这些长辈们 然后让他们可以吃好吃的凤梨 然后也是同时也可以再补充营养 然后同时也带来我们的康乃心 因为下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 我们先祝福大家所有的长辈们 大家都可以母亲节快乐 家节快乐 身体健康 谢谢 那未来其实如果有机会 能当选我们立法委员的话 秉均也希望能够引进更多的资源 或者是物资 然后来去照顾到我们这些所有的长辈们 让他都可以来快乐的生活 在我们基隆这个乐局的城市 长辈们也开心的拿着在老师教导下 自己练习画的水墨画和张炳君合照 张炳君也感谢负责暖暖小站的 基隆市乐城社会福利协会理事长梁宏彦 对长辈们的照顾 而其他各区七个失智据点 也都派人来领取凤梨 以及康乃馨香皂花 分享市议员张炳君 对失智长辈的关怀和爱心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隆现在推动行人友善政策 摩托车 汽车会礼让行人 但是行人也有责任 行人的责任就是 尽快地通过路口效率安全 然后要跟我们礼让的车辆要表示感谢 我们的友善行人在基隆继续推行有爱城市 也感谢我们的车辆 更感谢我们的行人 在通行的时候快速 然后有效 又要谨慎 谢谢大家的配合